我感觉呢 郭艾伦呢 首先一点他前三截啊 没有那么尽情展现自己的火力 只有当球队呢 处于严重落后局面 要追粉了 这会其他点位又打不开 怎么办呢 这会儿郭艾伦呢 站出来扛起了一定的责任 其实能够发现啊 最后那个阶段 辽宁队真说开始追粉 主要还是郭艾伦呢 开始进攻主动性 多有展现 这会儿辽宁队呢 往往也打出了一定的气势 目前呢 因为辽宁队啊 他没有外援 没有外援的情况之下 纯粹的国产班底呢 仅仅靠韩德军 一个内线攻坚止住啊 现在有点玩不转呢 韩德军本身体能就有限 因为他那个盾位在这摆着 虽然说目前减重了 但是体能呢 随着这个 每一劫势的递进呢 是出现一个衰退迹象的 那么这会儿呢 郭艾伦他就必须得站出来 扛起重任呢 就好像什么 当初啊 18到19赛季季后赛 第一场比赛面对福建 郭艾伦单场拿下46分 有时候呢 他郭艾伦呢 就得打出这种类似的表现 才能够扛起 目前这种艰难局面 毕竟没有外援嘛 内外相结合的话 外线这块 谁又能够替代郭艾伦的角色呢 没有这么一位啊 因此我感觉呢 就战术段啊 相对来说 更加倾向于 或者说给郭艾伦 他的单打呢 多开一点绿灯 让他有更强的进攻主动性 我认为这对于辽宁队是有利的 单纯传球 现在不好出机会啊 这方面固然是有一定的问题 但是也得说 就是北京队呢 防守做的确实很到位 翟小川呢 也是随时准备加急 而且辽宁队呢 设置很多 就是韩德俊呢 在告位啊 手递手啊 或者说 党拆之后呢 往南下切 但是切的时候呢 就算说辽宁队这块啊 后卫 提到法治县附近 给这个韩德俊呢 小给大做掩护 但是对方换人换的也非常迅速 由此可见呢 就谢利宾指导啊 他看来说呢 对这场比赛准备极为充分 他也清楚呢 目前这个阶段啊 一场比赛的输赢影响很大 所以呢 就能够看到韩德俊啊 其实每一次要位接球呢 也没有那容易 这也是个现实情况吧 再有一点就是郭艾伦呢 他本身 就是两人之间 这样一种真正的党差啊 作为一个外线的核心 持球点来说呢 我感觉他扮演的战术戏份啊 目前还没有 把这个比例真正调高 现在辽政队呢 外线传来传去 有时候 他也不容易出机会嘛 现在这个时代的篮球 普遍就是这样 你外线核心持球人呢 你得先打出攻击性 往往这会儿呢 郭艾伦能够吸引足够的 对方的防守 力量的粉配 因此这种情况之下 韩德俊呢 才更有利于接球 怎么讲呢 我认为啊 就是辽政队呢 因为目前在全华班的 这样一种人员框架之下呢 内线的韩德俊 他的攻坚能力呢 在辽政队的整个天赋构成上 这可以说非常突出 你必须得接触好 这样呢 你这个比赛进攻端 才能够打得顺利 而你想要 借助韩德俊的进攻 地位的牵制力呢 但是你也得同时承担 韩德俊防守端的不利 韩德俊防守端呢 他本身脚步移动就缓慢 打党裁能力就不强 防党裁呢 他往往啊 都是采取归缩策略的 因为他跟不出去嘛 所以呢 目前啊 这两支球队打出的感受呢 让我直接联想到啊 就是NBA当中 也有一些球队 擅长打中路党裁 就是顶尖持球人呢 和吃饼顺下行那些 这种这个中路党裁 恰恰这种类型球队呢 特别 就是能够打谁的时候 打出针对性 就是打那种 有低位大中讽的球队 辽宁很明显 就是有低位大中讽的球队 面对党裁为主的 林苏豪这么擅长 打党裁的核心后卫呢 那这会儿防起来非常此理啊 所以呢 怎么讲 就是因为你需要倚重 韩德军他的进攻 在防守端这块呢 那你就必须得承受 而目前来看呢 面对北京的情况之下 面对北京的中路党裁 韩德军有点 就是让辽宁队呢 防线这块 基本上就是 被对方抓住一个点 进而打崩溃整个体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雷